第二節 我相信你都感覺到一件事 其實今年的天氣相當的反常 三個大的經濟體是美國、歐洲和中國 出現歷史性的寒災 有些地方水浸很重要 巴基斯坦是史詩式的水浸 其實在澳洲之前都下了很大雨 是不是現在我們第一個判斷就是 這個這麼極端的氣候是由全球的暖化所引起的 我們首先要證實到全球暖化這回事 的確從數據分析裡看到是有一個趨勢在那裡 就是溫度一直上升 我們也純粹在地球科學那裡知道 你能夠全球暖化就有那些冰川溶解 那些北極冰帽 那些南極那些地方的冰融得越來越多 他們已經看到格陵蘭這些地方 以前看不到被冰包著的地方 現在都露出來甚至露出來的地步 現在想著有人想去格陵蘭開採石油資源 說的就是那個暖化帶出來的結果 從地理上看到已經有明顯的視覺效果 也都溫度上的數據能夠達到的 我們也知道當這些多了水 海平面上升 另外就是那個暖化也能夠令到 你可以想像到整個地球這塊 大氣層這塊東西 它帶那個熱量或者容許那個能量的起伏 也都會高了 所以你看到那些天氣系統的東西就極端了 熱就熱多了 接著風就大風了 水就多了 我們在香港也感受到就是8月那時候是很熱的 甚至現在9月也試過是歷史歷史以來最高的溫度 某一天 但是這個我相信大家都不需要再爭論的了 如果你說你否定了 我們覺得都沒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有沒有國家就去再發展一些所謂的可再生能源 在這個問題上面烏克蘭那個戰爭也都看到一些很大的問題 譬如是德國之前宣傳就是他們是會停掉所有的核電廠 但是發覺現在不是 要開花 原來包括那個太陽能其實都很穩定的 所以一波就踢爆了所有東西 我們現在是不是應該尋求一些真真正的可再生能源呢 這樣說吧 或者一些我們以往認為 不可以再生的能源有沒有辦法令它變成可再生 大家可能還記得我們三四個禮拜前那一集 我們特意提到的 現在我們是嘗試改進一個叫做 以前叫做綠色能源 現在慢慢我們的概念呢 將它重新定義什麼叫做可再生能源 那中間有些東西你可能會覺得比較藐視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就將天然氣都不叫做 就是它是化石原料啊 我們都不將它叫做不可再生的能源了 我們就因為呢 如果能夠適當地將它燒完之後排出來的廢氣 你妥善處理 令到它不會丟掉到大氣層裏造成污染 造成溫室效應的話呢 那我們就認為它是一個可持續的能源 就是說我們繼續繼續用 不會令到我們居住的環境再惡化的一些能源 但是當然天然氣也是一樣的 燒了就沒有的 它不可以再生 但是它不可以再生得來呢 就不會對我們造成額外的環境負擔 於是你會發覺大家那個焦點呢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藐視的位置 是不是我們已經放棄可再生能源的概念呢 又不是放棄了 我們繼續去發展一些可再生能源 但是同時間我們在沒有一個很有系統 大規模用可再生能源之前 我們有沒有能力將一些以往我們為不可再生的能源 都能用得去衛生一些 於是我們可以減慢到那個的碳排放 於是我們就將它籠統稱為 可持續發展的一個能源的概念就是這樣走出來 就是說有些叫綠色能源 有些可能是黑色的能源 很骯髒的 有些可能就是藍色的能源 我們那些將天然氣燒完 將那些二氧化碳收回 妥善處理的那些 我們就歸類它去做藍色能源了 我們現在看到其實就是由英國 甚至乎現在挪威這些傳統上面 它那個化石原料開採比較豐盛的國家 它們就很積極去做這件事 其實現在是 簡單來說就是它會繼續排炭 但是將那些碳收起來了 是的 就不是排去 就是說它排去哪裡呢 就不是亂排去大氣層那裏 就將它放好 埋回到地上那裏 我們在以前的科學新知都有講過這個概念 我們那時候講到好像很未來的事件 就是英國那個譬如說 British Petroleum BP這家公司 它都真的在研究 怎樣將那些二氧化碳去處理 他們想了幾個方案的 譬如就是說 原本開採完天然氣的那些氣井 那些天然氣可能開採得八八九九 然後它就 但是在那個地殼下面 原本裝天然氣的地方就留下了很多的石欄了 那我們就將那些二氧化碳封回去 是的 於是就是我們砰砰砰到門去 接著封了去 於是這個地方就變成我們儲藏這個二氧化碳的地方 那那些二氧化碳不會出去了這個大氣層不得止 還要是你可以借助地下的那個地質的那種這樣的環境 去幫我們某程度上去將一些的二氧化碳 塑回去那個地球 那些石頭裏面 那這個才是最妙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純粹埋葬了它 它是利用大戰的力量將它吞回去 部份地去處理了 那想不到就是說 其實講現在剛剛這個禮拜看到的新聞就是說 挪威就已經在建立第一個叫做二氧化碳墳 它就建立了這件事情 正式就是要建立它 它就將挪威自己去開採了回來的那些石油、天然氣 燒出來的二氧化碳收集了它 然後就繃回去他們那個指定的二氧化碳墳墳位置那裡 現在我們就正正式式有行動就做到 就變成了原來可以做到就是說 化石能源都做到這個幾乎是零排碳 這樣的概念 那那個物理學上面的機制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我想最難的就是 你怎樣在燃燒了這些化石原料之後 就去收集了二氧化碳 那其實大家如果有駕開車來摺東西 其實我們燒汽油呢 不僅是只有二氧化碳出來的 就是其實你如果將那些這樣的 碳氫化合物燃燒呢 你燃燒得很漂亮的話 那它就會出到一些水氣和二氧化碳 燃燒得不漂亮的 那它可能有很多很髒的那些什麼二氧化碳 那些這樣的東西 尤其是如果你燒一些越重的碳氫化合物 它就會出一些 越是複雜碳濃度高的那些有機化合物出來 有很多是有毒的 致癌的 然後如果那些原油很多時候會帶來 還伴隨著一些雜質的 可能有一些硫磺在裡面的 那它就會出一些二氧化碳那些這樣的東西 於是就是很多時候每一輛汽車 我們都需要有一些叫做一個催化劑的那個位置 就是在那個死氣喉之前 你一定要將那些由引擎燒出來的那些氣體 做一個的催化 就將它一些有害的 尤其是剛才講的二氧化硫之類的那些雜質 就吸了它 但是二氧化碳我們就不管了 我們就由得去 由那個死氣喉那裡 出去了就去一大氣那裡了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能力在這些燃燒過程裡面 就連這些二氧化碳都吸走了 那最大規模我們需要在哪裡做呢 在發電廠那裡做 因為呢 你挪威也好 英國也好 那他們基本上那些這樣的發射原料 就來自那些北海油田地帶那裡了 就是現在 就是我剛剛自己看的資料 原來其實就是 英國自己的北海油田 就供應到英國一半的天然氣 那剩下的那些呢 就由挪威給他的 挪威自己用不完 他人口不是太多 但是他也都找到很多回來 就挪威自己也都會賣了一些給英國 那剩下的那些呢 就要靠去俄羅斯 卡塔爾那裡找回來的 那這些就是題外話 那在這些 當你找到那些天然氣 或者找到那些石油 蒸餾過之後 你準備將它去燃燒 變成為發電 那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大量產生二氧化碳 你就算看到譬如香港 屯門踏石國 那個發電廠那裡 那兩支煙通 其實它有很多的過濾裝置 去將那些這樣的煤灰 將那些燃燒出來的 那些二氧化流的雜質 要吸收了它 或者有些是二氧化淡 二氧化流吸收了它 但是二氧化碳呢 它和水氣呢 就排了出去的 那現在只不過在那裡 要連二氧化碳都收集了 就拿回來 那拿了回來之後呢 就將它 就是具體上它要怎麼處理呢 要不要壓縮呢 當然要找一個最 最輕便 最節省能量的方法 就將它進入去一個器皿裡 然後再將它埋葬回 甚至乎它 將它匯入一些管道那裡 直接輸送去那個排氣墳場 將它奔回到地底 就是挪威就現在去做這件事 而挪威它用的方法就是 它打算就是將那些 液化了的二氧化碳 你想像就是它發完電 在電廠出來的二氧化碳 但是呢 再將它說回來做干兵 然後就將它扔掉 這樣的意思 這麼聰明啊 為什麼之前沒有人看到的呢 其實成本效益的問題 你能不能夠去 就是很容易地去將那個 二氧化碳去拿回來 就是這樣的 以前就是二氧化瘤 二氧化氮都免得拿回來 但是我們後來知道的 這些東西出了去大氣道 融入去雨水 變成酸雨影響 有龍作物影響土壤影響人的健康 那麼代價太大 於是我們就要弄一些催化劑 來吸收這些東西 二氧化碳呢 都會形成酸雨的 但是就沒有這麼酸 而且就是呢 對人的損害相對就沒有這麼大 但是對那個環境 就是原來你排得多 對那個環境的損害都很大 所以現在你就連那些都拿下來 所以大家一直想去發明一個 還有它的量很大的 因為你燒的是碳氫化合物 它產生出來的氧化碳量是很多很多的 比起其他的雜質 所以你要很有效的大量採集 不是一個簡單的東西 你就算做得到可能成本很高 所以很多時候技術開發的那個位置就是 我們怎樣用一個很便宜的方法 直接就可以呢 嘩 如果可以好像一個 純粹是一張好像沖咖啡那張濾紙 一濾出來就好了 那當然就沒有這麼好處了 現在都是一直追尋著 去找一些很低成本 很能量很低耗能源的方法 去拿來把這些氧化碳拿回來 所以這件事就不是純粹說 找個地埋撞一些東西 這件事要你教的 我都知道 我死了找到地去撞 但是不止的 你現在是怎樣很合乎成本效益地去採集 冷卻用一個很低成本的方法 然後再把它埋了去 那是整個圖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埋的時候用的能量 更多的就變了這件事就不值了 就是等於電動車那樣 可能搞個電廠 更多過石油的這個排碳 那我們可不可以設想有一天 那個科技發展到就是我們所有將這個 因為使用能源排出來的對環境有害 對人類有害的一些副產品 是全部將它收集的 我會覺得這個是長遠的目標來的 譬如核能 我們知道有核廢料 核廢料是需要找地方長期存放 但是如果傳統的核能 基本上你存放的地方就永遠用不回 永遠的 那你又要想其它能源了 那你就算太陽能也好 還是那些風電也好 那你那些機件壞了 你怎樣去處理它的層余呢 怎樣令到最後那個發電器件 都可以循環再用呢 那這個又有一個問題 那現在就放在我們眼前就是 因為我們短期內 我們還會看到大部分的國家 有些你喜歡用核能好 不喜歡用核能好 那就算大陸多努力 去建很多核電廠都好 它推到上去二十幾三十匹 用核能都已經很高了 那所以絕大部分的國家 尤其是大國 它大部分的能源 都是要靠這個發生能源推動的時候 你能夠去想到一個方法 把這些二氧化產處理好呢 就我會覺得是 就是開啟了另外一路 就是減慢全球暖化的一個有效的途徑 那減慢這個全球暖化 到現在是不是到了一個臨界點 還是說我們已經過了一個臨界點 臨界點過了很久的了 就是我們如果再不做 我們就死了 但是現在已經死了很久了 但是有沒有得追呢 我就說憑科技的力量 就是有一些的二氧化碳 已經排了上去的大氣 但是如果我們有能力 去reverse這個過程 有人說你種多些植物 那這樣也對的 但是會不會有些剩頭 是更加機械一些的方法 可以很便宜地 就幫我們將這些拿回來 於是就是 就算我們在那個維持經濟活動 工業生產 還未趕得切用一些更加潔淨的能源之前 我們去拿回一些的時候 這樣變成去追回一些時間 現在基本上我們說的是 靠科技去追回一些時間 其實是 希望就可以追讀了 但是這個原因之前 提提提的消息 剛剛你講這個頭我才升 就是荷蘭有一個城市 禁止了肉類的廣告 基於什麼原因呢? 就是因為養這些動物 就是屠宰動物 例如牛 是令到那個二氧化碳排放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他們又從另一個角度去做這個 不止的 他們還在說牛放屁甲苑 這些是一些很嚴重的 帶有碳的溫室氣體來的 所以就是 這是值得關注的 是的 好的 我們這一集見中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好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